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求不大於200 這小於200 且只有15個正因數的所有正整數 我們知道這個15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3乘5 等於3乘5 所以這個n的話 可以寫成p1的四次方 再乘以p2的二次方 4加1是5 2加1是3 535剛好是15的因數 那現在我們從最小的數開始寫好了 最小的數的話 這個要盡量小 這個是2的四次方 乘以3的平方 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的話 這個4是16 16乘以多少 乘以9 這個是144 好 那再給他加一點 所以 就5次方的話 再給他加一點的話 這裡的話 變3 5 2拿掉 或是25好了 那25的話就超過了 因為你這個 只要乘一個2的話 就已經超過200了 那更何況 那更何況呢 你把3換成5 那當然是超過200 所以只有這個而已 2的四次方 這個是固定的 那乘以呢 把他換成5的話 5的平方 這25就超過了 或者是你把這個換成5 反正就會有一個5 反正這兩個 至少要換掉一個 那這樣他就會超出200 所以只有一個 而且這一個就是144 所以答案是144 只有一個 謝謝大家